接下来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恐怖故事之网友 路上有一个网友聊了很久的天 但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灭了网友 她的网名叫做雨丽 雨昕丽丽 雨昕丽丽 曾经路上问她叫过什么名字 她就说她是雨 雨很温柔体贴 每次当自己沉迷于网络的时候 还有小说的时候 甚至工作的时候 她都会静静地等着 不像自己的前女友 这三分钟不回信息 就会疑神疑鬼的 会觉得自己冷漠了她 那是一个晚上 这两个人聊的可是热火朝天的 雨突然说 我能看到你 通过显示屏 这样就回答 真的吗 那你猜猜我在干什么 你在做明天开会要用的资料 五分钟前起身泡一杯咖啡 又张心里一惊啊 她怎么知道 我做了这些事情呢 但是换过 想了一会儿 她也许是自己 无语中所说过的吧 慢慢的 她又伸手 打出了一行字 发送过去 我也能看见你 哦 看到什么 我看到一个典型的中国美女 坐在电脑面前跟我聊天 长发飘飘的 眼睛额大脸 你猜错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情人眼里出西式 你就是我的情人 你就是我的女生 啊 谢谢 你是这么久 第一个是我美的 那是他们不懂的欣赏 来来来 你发张照片 让我签订一下 久久不见雨的回复 就在六章以为 她已经下线的时候 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 这点开之后 却看到了一张照片 六章面无 人色就瞳孔放大了 这照片的人 并不是什么人 那个只是一颗头 它长着鹅荡脸 然后一双丹凤眼 两条柳眉 挂在脸上 但是 六章却看到 那颗头的下面 这脖子上啊 被整整齐齐的切断了 放在照片的中间 这部远处有个模糊的东西 有一堂堂的东西 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什么 铺开的身体一样 还有一些垫脏 全都倒在了地板上 陆战突然间有一种 觉得 那个人 他的眼睛正在看着他 这感觉特别的恐怖 过了很久之后 他再缓过神来 他心想啊 也许是对方 是 想吓他一样 而且肯定是用什么PS 做的一张图 才故意吓他 陆战就回复到 那个女生的消息 说 调皮 不过 我胆子很大 你可吓不到我的 哦 是吗 我美吗 嘿嘿 如果 这个屁上的头是你的话 真的很美 过了很久 对方并没有回复 陆战想啊 这对方应该睡着了吧 他才关掉电脑 躺在床上 女的容颜和那个身体 久久的在脑海里 不能散去 那一天晚上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 网友在他的面前 这脖子的性 突然裂开了 能看到里面的瘦 和喉咙 还有血管 还得继续的裂着 结果 那个血管突然爆开了 这鲜血就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样 拼舍而出 梦里的雨 温柔的看着他 在嘴里带着微笑 我美吗 啊 陆战猛然的惊醒了 他却发现自己满头大汗的 这梦中的鱼 是穿着一件碎花裙 这碎花裙上面 已经被染成的是红色了 疼狠地走了过来 这嘴角 带着微笑 血也就染红了 陆战的衣服 他赶紧看了看自己的睡衣 却发现 这睡衣上面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恨而已 不过是个梦 没什么怕的 陆战洗了洗的澡之后啊 又重新睡了过去 这一天晚上 没有其他的梦境 可是没想到 今天一整天 陆战一直都是恍恍惚惚的度过 这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之后啊 简单的吃了点东西 回到家 他第一